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大多数的时间都放到了拍戏上 他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有辨识度的角色 诚意在接受采访谈时表示自己不上综艺是因为有自己的考量 确实很多综艺找到我 不是说综艺不好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综艺的人 说实话 我老觉得我会听不懂节目里那些规则 我不想拖后腿 而且我还是希望自己把更多精力放在角色上 我得先把角色搞明白 不得不说诚意的这种想法 让网友看到了他的坦率 也难怪大家都特别喜欢他 真的是粉丝心中的白马王子 面对诚意很少上综艺的回答 大家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诚意不是不上综艺 是他觉得现阶段重点是要把戏演好 才能够对得起粉丝的支持 观众的喜爱 投资方的托付 剧组工作人员的努力 他说 我会把敏感放在角色里 所以生活中顿感会多一些 我只能专注地干一件事情 欣赏他对自我的清醒认知 对自我设定目标 执著追求 诚意只是想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放在演戏上 空于时间多研究剧本和陪家里人 而不是真的完全不上综艺 他就是那种又认真又搞笑的天选综艺人 好六蜜蜂嘟嘟嘴大出圈 这种搞笑天分是很多人学都学不来的 慢综艺也很适合他 谈吐高雅风趣又不失朴实 我说真的 承意是综艺的神 不上综艺太可惜了 不自觉的搞笑才是封顶效果 一个跑男黄和那七 沙翼因为承意笨笨选他当对手猜词 承意头上带个胡可问沙翼 我这个不会是干家政的吧 真的全场爆笑 还有一个是HI6 和蔡文静去给底线宣传那七 简直笑点密集 要人老命 蜜蜂嘟嘟嘴 第一次见面就亲近啊 中戏组传耍棍子 真的笑到头掉 帅哥对综艺有点误会 会玩游戏不是综艺的精华 除戏才是 琪琪努力拍戏的同时 能不能波容给我们再搞几个综艺 太顶了这综艺感 个人希望多多拍戏 最好是吴凤敬祖 毕竟他最热爱的事情是拍戏 在片场是他最开心放松的时候 期待莲花楼南风之我意 承意 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 艺术学院表演戏 2010年 承意因参演电视剧 幸福一定强而进入演艺圈 2011年 承意出演电视剧 彩虹的约定中的男主角赵可 该举播出后 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 承意又陆续出演了 神探亨特章 意启飞 爱情公寓等多部影视作品 2014年 承意因出演电视剧 和以生肖莫中的男主角赵莫生 而受到广泛关注 该举播出后成为了一部热门作品 并为承意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认可 承意又出演了 锦绣原华丽冒险 梁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蜀山战绩等多部影视作品 2019年 承意出演电视剧 陈情令中的男主角威无限 彩举播出后成为了一部爆款作品 并为承意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认可 承意又出演了 庆余年 长安十二时辰等多部影视作品 承意凭借助出色的演技 和好看的外貌在演艺圈中备受关注 并拥有了大量的粉丝 她的代表作品有彩虹的约定 和以生肖默 陈情令等 这些作品不仅在收视率和话题度上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也让承意在演技方面 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和认可 你怎么看承意很少参加综艺这件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